好 康瑞台风来势汹汹 那么台风外围环流 有可能带来强降雨 花莲南区三个乡镇 玉里浊西跟富里呢 下午三点同时进行预防性的撤离 那么民众表示呢 上一个台风就造成了土石摊坊 很担心这次台风又摊掉了 所以就赶紧带着家人来撤离 玉里奔局各奔住所协助浊西 玉里以及富里乡各村的预防性撤离工作 不少民众在远景以及村长的引导之下 把简单的衣物带在身上 前往收容中心防台 康瑞台风即将清台 预计夜间风雨将逐渐增强 本人局约本日下午三点开始 即配合各乡镇公所 实施预防性撤离及道路封闭 在此也呼吁民众 台风期间避免出门 以确保自身的生命安全 其中位在玉里的原城里 上一个台风被列为是浅势溪土石流警报区域 更在山土耳台风来时落实摊防 这次更担心 所以赶紧带着家人紧急撤离 上一次台风的时候就山风 对了的时候就山风 根据气象署最新的资料显示 康瑞已经增强为强烈台风 气象署已经发布海上陆上的台风警报 花莲县也被列入警报范围 花莲县针对各乡镇市也针对 浅势溪流土石流警报区的居民进行撤离 记者高双双张明泰玉里正采访暴动